皇上 吉祥 不必多礼 你怀孕的事 太医已经告诉朕了 就算太医不跟你说啊 你也知道了 今天早上绿梨啊 在我宫门口发扬脚风 闹得沸沸扬扬的 整个宫都知道了 有什么吃穿用上的需要 尽管和内务附提 皇上 你也别因为我有了身孕 就冷落了幽兰殿那边 毕竟那边也需要你啊 你知道了 皇宫就那么大 有什么事能瞒得住啊 再说了 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呢 是吧 强公公 你这是在说反话吧 朕并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 只是那天你的态度 令朕实在无法开口 皇上 我可是真心实意的 为你高兴 你高兴什么 我为皇上高兴 为姜妹妹高兴 也为我自己高兴 为你自己高兴是为什么 因为怀孕的不是我啊 皇上 你看啊 如果我跟姜妹妹 更生一男一女 就太好了 将来也是个伴 皇上呢 也早日儿女双全了 所以啊 我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开心啊 别说了 皇上 你可千万别因为我 冷落了姜妹妹 你就大胆放心地去照顾她 啊 啊 啊 娘娘 您没事吧 有没有伤到 快让我看看 没事 齐盛啊 这是在何自己发现的 皇上真的没有打您吗 刚才动静那么大 快让我好好看看 没事